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一会儿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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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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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面一个颂词 就要讲发愿以后再不害众生 他这里的意思就是为了让如来欢喜 我就制止害一切众生 那么利益一切众生 那么这些众生即使用他的教去检讨我的头顶 那么我临时也是不会反抗 一定要让世间的护主如来尊者 所有的诸佛菩萨取得欢喜 我要发这种誓言 这就是实际上是寂天菩萨 作者当年他是这样发愿的 这是很多诸书当中也是这样写的 当时寂天菩萨发了这个愿 其实我们这样的发愿 每一个人的心里哪怕是有短暂的时间的这种缘的话 对整个世界灭除灾难 痛苦以及增长快乐幸福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因此大家也应该心里面就是这样 就像寂天菩萨 就像以前的我们的传承上师们那样 就是自己也是一心一意地想 我以前确实是害过很多的众生 那么从现在开始 世间上的这些众生怎么样害我 比如说用刀 用猫 或者是用拳头来打我的话 那都我不还手 这个是很容易的 打到我的耳边 给我打耳光 缠耳光 这些都是不是特别麻烦的事情 我稍微如意如意 一会儿就好了 有些人在无意当中 被他打了以后 他自己也不知道 痛还是骂 就在这里稍微如意 过一会儿就好了 就没有什么的 但是我们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 就是别人的这个脚 踩在我的这个头 因为别人最地下的 就是这个脚 然后我自己是最高的位置 就是我的这个头顶 别人如果用脚 放在我头顶 就给我用脚一踢的话 这是我们一般来讲 凡夫人都不会容易接受的 所以我们平时的脚 脚也有差别的 一般我们最难以接受的话 就是众生的脚践踏我 也就是说踩我的身体 给我用脚踢着我 那这样的话 很难接受的 但是如果多少个众生 所有的众生也好 个别的众生也好 他们当面挖苦我 伤害我 制造违缘 这些都是我尽量的安征 即使说这些众生 真的是无缘无故当中 就是先踏我的这个头顶 我也是心甘情愿地接受 这是寂天菩萨的发愿 其实我们每一个佛教徒 应该就是发这个愿 我们在座的人 今天也是个机会 就是不管是 我们在场的这些道友也好 或者说是 在电视前的一些行众也好 我们也一起发愿 尽量地能做到 就是以后的 从今天开始乃至甚甚是甚 就是不害任何众生 众生即使践踏我的这个头顶的话 我也心甘情愿地去代受 而不害这些众生 大家在内心当中 要发这种誓言 如果发了这种誓言 以后在我们续学过程当中 遇到这个违缘 也成为一种誓言 谢谢 vou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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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就是说大慈大悲的佛陀 他已经证悟了平等的法界 在生意当中 从证悟平等的法界当中 从一地菩萨以上证悟平等 到了佛陀的时候 完全圆满的 一位一体的证悟法界 那个时候众生和所有的佛的智慧 成为一位一体的 所以众生就是佛 佛就是众生 从神义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 然后从诗书的角度来讲 佛陀因地的时候发了菩提心之后 把众生和自己修为一体 也就是说通过自他交换 自他平等 还有自行他中等等 以这个菩提心修持 众生的这种感受 跟自己的感受 所有的悲苦 喜乐 全部是自己的感受 是这样来对待的 那这样一来 大悲佛陀把他众生看作自己 佛和众生应该说是一位一体的 这一点就是无有任何质疑 那这样我们如果不恭敬众生 那就是怎么样恭敬佛陀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恭敬这些众生 应该恭敬众生 如果没有恭敬众生 那么就是对佛不恭敬的最好的一种表现 因此我们平时应该 大家就是知道 然后从适量的角度来讲 当然佛陀和所谓的众生 是一位一体的 而且这一点大家也知道 所谓的众生 也是未来之佛 因此在当年释迦牟尼佛 成佛的时候也就是说了 无一众生不具如来藏 智慧得相 佛陀也是说了 每一个众生都没有一个不具足如来藏得相的 还有《如来藏经》当中也是说了 佛观众生 虽有如来藏 意思就是说 从佛智慧的观照下 一看到所有的众生 都具有如来藏 如来藏的本体就是佛陀 从这个角度来讲 众生跟其他的物品 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此我们以后一定要 以慈悲心来对待所有有生命的众生 如果你以慈悲心来对待众生 那么佛陀欢喜 佛陀欢喜 你相续当中的这些功德自然而然增长 佛的智慧 与你有相应的因缘 紫维也有卓陀 惠惠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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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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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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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过方面应该得恭敬 分三个方面 首先宣说 趋于众生是一切主三根的根本 如果我们趋于众生 让众生想尽一切办法得以欢喜的话 那么十方诸佛菩萨都必定会欢喜的 做了这一点之后 发菩提心的人的自力也是圆满的 然后遣除世间的痛苦也是能圆满的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地做到 让众生生起欢喜心 就是修安忍 不要损害众生 那这个意思大家也是应该清楚的 我们现在遇到众生的时候 很有可能 尤其是末法时代 无作横欲的时候 就是众生各种各样的性格 他们以各种粗暴的行为 可能会危害我 伤害我 伤害我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又应该用正直正念来摄持 一方面想到众生就是佛 一方面想到自己已经发达菩提心了 因此尽量地不害众生 让这些众生心满意足 取得欢喜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你所修的佛法也好 本尊也好 什么法都是容易成就的 作为一个发菩提心来讲 自己的利益就是要向 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圆满 要圆满这两个资粮 我们前面分析过一样的 修安忍是不可缺少的 修安忍过程当中 让众生取得欢喜 也是缺一不可的 这样一来 我们自己端正圆满的功德 所谓的菩萨就是要 自己的资力就是利他 就像《经庄案论》里面 所讲的那样 你所谓真正的发菩提心的人 他有没有自己的事情呢 没有啊 众生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 你要圆满自己的这种事业 那就是要让众生欢喜 这就是我们菩萨的事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时点 谢谢大家 有这个词子 我早就跟我过来 有时点 请问我 那是 我好好感觉 那么就一直众心 还有 刚才这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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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如大王臣 随上总督忍 谋顺欲愿者 离看不保佛 因敌利非但 往事几倍远 古敌利税若 不应轻忽必 他这里做着用一个比喻的方式 因为吉田菩萨当然用了许许多多的 让我们世人容易理解的一些比喻来进行说明 那么进行说明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的大王的有些具有势力 就是国王的一些大臣 或者是他一些下属的人 他一直下属的人也比较恶劣 经常损害许许多多的人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是有些骷髅寡闻的人 没有怨见的人 那这些人很容易马上生惨恨心 就开始害他的 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但也有一些 有一些神茂园女的 还有一些高尘园族的这些人 他就知道是以后的厉害 他就能想起来以后的厉害 所以这些具有圆见的这些人 虽然他的力量能看当当时害他的人 比如说国王的大臣一个人来害你 或者是国王的有一些使者来害你的话 当时的你把他打一顿 或者是害一害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不会报复 为什么不会报复呢 他知道因为这个敌人或者是大臣 他的力量并不是施探尼波的 其实他还是有后盾靠山 就是应该国王的这个势力 是成为他的这个圆柄 因此虽然敌人的力量 虽然很微薄就薄弱 但是他不会轻易地冒犯他 轻易地开始危害他 这一点也是从世间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但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讲义的 后面的这两句也有一些讲的前面是比喻 后面所以我们遇到的 怨恨的敌人虽然是力量很薄弱的 但是他的后盾就是诸佛菩萨 解释方式稍微有一点不相同的 但是我们这里 按照山树海的解释方法来给大家说明 意思大家也应该清楚 世间当中都应该有这样的 比如说领导的他的儿女 他的一些亲人天天都是欺负你 但是我们有些人实在是没办法 也只是要认着 为什么呢 如果你得罪了他 知道是你自己的前途 所以不敢危害他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有一些可怜的恶人 一些坏人经常来以野蛮的行为 粗暴的言行来进行对我无法可忍的虐待 进行加害 但这个时候我知道 我现在杀害这个众生也不是很困难的 可是他的后面应该有诸佛菩萨 应该他对诸佛菩萨是同体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众生面前 很有可能我今天害这个众生 我还是有这种能力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他的后面到底是什么样 我以前在悲惨世界当中 那首先 你不相信 我已经能误别人了 你不相信 我还有个人 我会否认为 怎么能保护我的 你不相信 我现在还是很累 那这些人 我看看 他 不管是 能不能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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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